大家好 我是高愁 潮31號在香港的大家有出街的話 相信不好受 整街大部份都中國人 在這裡等待煙花 好了 看完煙花之後 正當大家都認為 那幫中國人回酒店休息一下 香港本地人回家 相信沒那麼麻煩 好受一點的了 哈哈 想多了 回酒店休息一下 你就信 整班人 九成不想在香港消費 看完煙花 隨席完 上面不給 香港可以 隨完席 和香港本地人 逼擋鐵 趕著回深圳 回去他們的老家 不是亂說 有相片 有片為證 黨鐵很多他們的人 逼到哭 他們有這樣同一時間逼 黨鐵就很有限的 當然想不完 於是整班在這裡坐地下 又或者蹲在這裡等 不用說話了 一望就知道是中國人 然後不是所有關口開通銷 所以那些 一元都不想給香港賺的中國人 沒有地方睡的了 就這樣睡街 做了麥當勞難民 等等等等 然後有些就 生氣了 一句說完 好影響使用 什麼是蝗蟲 我真是見識到了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無分男女老朋友 整班那些行為都差不多 蹲在這裡 真是好中國 看到這樣 其實我心想 這麼辛苦 下來做什麼呢 走爛這樣的樣子 唉 他們又辛苦 接著也都影響香港本地人 嘩 因為這班人 回家麻煩很多 冷清 真是冷清 香港收入方面 真是冷清了 九成不在香港消費 趕快走人 賺都賺不到他們錢 脆脆脆 不得不說 如今中國人消費力 真是差了很多 想當年 哪是這樣的 不會這樣走爛式 逼迫上去的 真是會在香港住 舒舒服服 然後 都在香港 送不少東西 名牌 不少得了 真是變了很多 如今 連水都自己拿過來 拿著個農夫生存 真是好瘋狂 都不怪得他們的 那時來香港 大不消費 那班土豪 暴發戶來的 靠當時中國良好環境 炒樓炒股發大財 才有錢 近年 中國經濟這樣的樣子 樓股那些東西 都不會好得去哪裏 自然地 那班土豪 就打回原形 來香港 真是來香港 不會再怎樣消費 因為沒什麼錢 立刻來回 最厲害的了 那些什麼什麼議員 還說希望吸引更多中國人來香港 這樣有助 香港旅遊服務業發展 想多了 那個年代以過去 現在引那些傢伙來 造成香港社會問題 唉 還在香港的大家 自求多福